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误入四大三小 王一博的和影小分队建群了吧 王一博、王俊凯、王源这个搭配有点新奇 三人同台不仔细看还以为是 Boys 唯一的缺憾是王一博的发型 和王俊凯、王源的不太一样 一看就不是时代风俊的手笔 有网友围囚完美 还给他披了新头发 开个玩笑 这次三人同台的画面还是非常和谐的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年龄段的原因 王一博是97年出生 王俊凯99年、王源00年 三个人都是95后 又一个版本的三小只诞生了 之后他们的节目还被人民日报送上了热搜 被日报称为青年代表 而且这还不是王一博第一次乱入了 在今年的微博之夜上 王一博因为座位和陆寒、吴亦凡、黄子涛的连在一起 被大家调侃为新归国四子 而且他当时的表情似乎也在吃瓜 好像要找出张一星去了哪里 后来他看到张一星在上台口附近 还特意跑过去拍了他一下 虽然王一博的两次乱入纯属巧合 不过连在一起真的有点搞笑 虽然王一博说自己是酷格 但是这次一点没少拍 正是演出前 他找准时机让张一星帮他拍一张打卡照 之后检查一下不太好 还让张一星又不拍了一次 今年是党的100年诞辰 时间尚可遇不可求 参演的艺人们也感到非常荣耀 纷纷开启了合影打卡模式 冰山帅哥洋洋 这次也不冰了 到处打卡留念 几位重量级老戏骨 在大巴车上就拍了起来 这个阵容现在一般影视剧是请不起了 王一博 许卫舟 王俊凯 王源这四个人的合影频率相当高 在许多组照片里都有他们的身影 其他人随机变换 在这张和姐姐们的合影里 许卫舟 王一博 王俊凯 王源稳定出席 这张好像是换个衣服继续拍 人员有微小变动 郭小冬不见了 这张在台上的彩排和赢打卡 这几个人依然是都在 句号 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不是建群了 王一博 这边有合影 速来 王俊凯 收到 王源 收到 许卫舟 收到 另外这个群里有可能李一峰也在 因为王一博掌镜这张自拍 李一峰用来发微博了 还有这张 四个人仿佛赶去食堂 就怕去晚了没菜 最前面背包的是王一博 中间是王俊凯 王源 最后白色衣服的是许卫舟 和蔡国庆老师合影这次 王源缺席了 阿云嘎补卫 可能是也进了群 之后这几个人还一起出来看天 听说王一博最近喜欢上了再秒潮踢足球 没有他踩排时 他也跟着大巴车来鸟巢 因为可以在草地上踢足球 不知道一起踢球的是不是这几位兄弟 打听到了我在说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